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那边冬泳的还有些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 我们都觉得很受鼓舞 所以我们觉得像我们这种年纪应该是正当年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不算挑战吧 我们在水库里天然的 我们那靠山的地方 那个峡谷里边筑坝 那个自然的天然的水洗起来 然后我们就在里边游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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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人家说跨世纪嘛 很有意义嘛 人家就说跨世纪 我们那边搞了一个活动 就是说游泳活动用活动 才决定那天跳下去动用 感觉第一次 感觉水是热的嘛冒烟嘛 所以说不怕 水是热的拖掉了下去 不行啊水很冷 又赶紧往回跑 好了然后想想不行了 拖掉了再下去 再往回跑 好了散烫再下去动用 然后就坚持了 阿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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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都叫我们 比赛大小吗 比赛大小 加油 加油 比赛大小 加油 比赛大小 阿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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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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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舒服 非常爽 谢谢啊 因为这种运动是最好的一种运动 这种运动应该是无氧运动 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最有效果的 就是说当你上来的时候 你的感觉和另外的感觉 你怎么还不足 您还有多点 还亲个人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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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 来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